程式撰写 接下来我们就开始撰写养鱼装置的程式 首先我们先来看一下鱼的部分 鱼其实做几个动作 第一个动作就是鱼它本身会做一个造型的变化 就是说每隔几秒它就会换一个造型 另外一个就是鱼会在鱼缸左右的游来游去 大概就这两个动作 接下来我们来稍微看一下 首先各位同学点选鱼的部分 请各位同学把旋转方式选择是左右平移 不然的话它可能会碰到之后就会翻度 这个就请各位同学选择左右平移 接下来我们就来做程式的撰写 首先我们先来写移动的部分 首先我们来看移动的部分怎么写 一样的就是当立起被点一下的时候 它就需要做一个重复执行 这个重复执行最主要是移动的部分 各位同学可以让它游快游慢 这个大家可以调整 我们让它游慢一点 但是各位同学注意一下 当它碰到鱼缸的边缘的时候 它必须要反过来 然后从另外一个方向再游过来 所以在这边的话我们会用到一个条件 叫做如果 如果碰到 这边的话就是侦测的部分 各位同学点击它一下 就会产生可以选色 我们选择黑色 如果碰到黑色 我们就往后退 为了怕它会冲过去 所以我们后退的步数 我们稍微写多一点 好 那在这边的话 各位同学后退的话 就是-30 好 就让它往后退 好 所以各位同学 我们看一下这个程式码接在一块 好 所以当立起被点一下的时候 它就做一个重复执行的一个动作 好 那就是重复的去移动 但是呢 如果碰到黑色的话就反弹 好 那反弹 往后退 往后退之后呢 我们希望它能够朝另外一个方向 所以在这边的话 我们就让它做一个 转动 就是做180度的转动 好 那这里就会回到另外一个方向 好 那我们先试着按下这个滤期 好 来让它做一个游泳的一个动作 好 那接下来呢 我们就是做一个造型的变换 好 一样的 当滤期被点一下的时候 我们这边做重复执行 好 那在这边的话 最简单就直接切下一个造型 好 那这时候各位同学可以决定 每个造型 要停留多久 好 那在这边的话 我们可以做一个 好 比如说我等待0.8秒 好 那有同学说要0.3秒或1秒 那这个最主要就是 你的变换的速度快慢给 就是玩家感觉到这个游戏的到底是比较悠闲呢 还是比较压迫 如果就是一直变换造型可能会觉得有点压迫感 好 那这个各位同学可以自己的调整 好 那这就是有关于的这个程式码的一个部分 对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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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